争分夺秒 用品质和速度开辟生采路 用到那个青岛 黄鱼到南方嘛 打包就走了 热火朝天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好生活 平实力在市场上占得先机 中间这两间就是做这个食品用了 有过钱啊 我知道的就是我们家这样做 这里的村庄临海而建 这里的人们阴海生财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江苏省连云港市干渔区 这里是位于苏鲁交界黄海之滨的江苏省连云港市干渔区 干渔区呢 临海而建 主海而生 是江苏近海青海第一区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干渔区石桥镇的汉口渔港 开不时节啊 这里平均每月的渔船生产总量能达到5000吨 最重要的是 汉口渔港所在的石桥镇呢 已经实现了从生鲜捕捞到海产品加工 再到冷链仓储物流 甚至电商销售的全产业链 2021年 渔业生产总值呢 更是达到了20亿元 这里的人们是如何靠海生财的 今天节目呢 咱们就一起走进江苏省连云港市干渔区 连云港市干渔区素有江苏北大门之称 它拥有62.5公里黄金海岸线 108万亩前海域和7000平方公里近海渔场 生活在这里的干渔人世世代代靠海吃海 摸索着各种阴海生财的方法 汉口港是二级渔港 可停泊大小渔船400多艘 它就位于石桥镇的汉口村 傍晚时分 随着涨潮 开始有渔船陆续回港 我问一下这边负责人是谁啊 您是负责人吗 我问一下这个大哥 您是收这些货是吗 对 我收这些货 今天都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什么大米鱼 这是大米鱼 像这么一条得卖多少钱 差不多六七百块钱吧 这个叫鳗鱼 这鳗鱼都是这么粗这么长的 对 这是小黄鱼吗 这是小眼鱼 这是黄鱼 这些全是我们干鱼区这块海域的 对对 全是我们干鱼区 都运到哪儿 用到我们批发市场 还有用到那个青岛 成阳 江南 黄鱼到南方嘛 到那个福建 就这样 今年也就直接发车到福建 晚上他们打包就走了 那您一年您光收这个鱼货能达到多少 一年 一年付款一千两万吧 一两千万 向建兵在当地被称为收货人 也叫经纪人 主要的工作就是跟渔船直接对接 一旦渔船到港卸货 需要第一时间分货装箱和销售 因为这样的方式节约时间和成本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新鲜的渔货送达顾客手中 所以收货人这个职业应运而生 一个收货人往往对接好几艘渔船 他们因此每年收益几十万元没有问题 这个大姐是来买的吗 她在买的 对 她在买鱼的 您是买了自己家吃吗 大姐 对啊 相当于是这个棒碗出来溜弯的时候就来买鱼了 对啊 今天是要买什么呀 我没看看 这个你回家要怎么吃 那问问当地人是怎么吃 这个大 这个大 你这个是当过来抢镜的吗 大哥 是啊 总不定啊 这个鱼又红又亮 的确是新鲜 是吧 鱼多新鲜 颜色好 总是看颜色 我们这边的鱼就是新鲜 品种多 好吃吗 我们的海中外的海鲜 到韩国都有名 哪边也不就是我们这边的鱼好吃 这是老巷卖鱼是吗 装箱发货 现场卖货 不断有人电话订货 开步时节 相见兵的每天就是这样度过 他告诉我们 因为刚刮过台风 所以今天这船的收获并不理想 但丝毫不影响销售 因为干渔区的海鲜名声在外 通常渔船收网回港 他就能第一时间了解收获如何 然后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告知客户 相当于渔船进港前 渔货已经基本销售完毕 真的是感觉到这里就是争分夺秒 刚才来的时候 这五点多开始 然后这么多人一块忙活 各司其职 各就各位 所以就整个这个效率特别高 你看现在这一车应该都差不多了 就是赶市场 就他们越快 咱们消费者吃到的这个海货就越鲜 此时同样在码头忙着卸货的 还有不少小生产船 小生产船在当地又习惯被称为夫妻船 他们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 早出晚归 这边是梭子线 顶级的好货 这是顶级的好货呀 对对对 这个多少钱啊 五十块一斤 五十块一斤 这个这个货重 一个有八两 一个有八两 这个来 哇 现在要是让它尽量地靠近岸 好把这个鱼货搬过来 怎么样啊 今天啊 大哥 都说的啥呀 这个鱼 哦 鱼 大家可以看 哦 哦 这个鱼 这个是什么鱼啊 这鱼 啊 鱼 鱼鱼鱼 这这你家的船是吧 对对那边哪家 这边咱就分不清了哈 有好几家的啊 看这个 哦 这这这这 看这个 看这个 我能抓一下吗 我抓一下啊 哇 这这这 这个 特别新鲜 特别黏黏黏这个哈 哎呦 这个是多少钱啊 这个是二十多块钱 二十多块钱 哇 太鲜活了 这真的是刚刚从我们的鱼 材上扒下来的哈 哎 这个还输了不少 哇 人家扒了 把这个直接扒 彻底吸在我手上了 你看 八爪鱼 这个您都是忙哪儿卖啊 到市场上 到市场 也是有订单的是吧 对对对 谢谢谢谢 不好意思 我问一下 您是买货吗 我不是 我也是穿上的 你是穿上的啊 您的统计来了多少货是吧 不是 这个我派的还愿意做到这个 您想要啊 你还是买货 我们家也有 哦 然后卖的吧 不太贵 不太让它一起 铁放在一起 就有人给您盯了 不少这个 哦 小的八爪鱼 哦 你看 咱们相当于是 咱们村民自己之间的 还进行交易 对吧 因为有好多客户 这一家船上的鱼呢 如果不够 可以去其他船上 哦 买到了 啊 来 这个 这个小小姑娘 已经买到了 买够了给客户的 这个 八爪鱼了 我们现在的采访过程中 每个人都是争分夺秒 这个分货的 往下搬货 分货 买货 收钱 真的是热火朝天啊 你是到处买货呀 又买了啥呀 不是 我给他们带着的 他们卖 我给他们带着的 我没时间去卖 让他们买货 哦 我带着的 你还要帮大家买货 哦 这卖啥呀都是 就是有什么货 有人要的多的话 然后就在他们手里的 你去哪儿卖呀 市场上 我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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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太快了 光线变化的快 然后他们这个货收拾的也快 大家再看这边啊 刚才这些成片大船啊 都不见了 那么快的就出海了 又开始一轮新的捕捞 转眼码头上只剩下 还在做最后整理工作的两位村民 今天差不多吗 说话 嗯 哦 两个比比是吧 来比比到底谁说的多 哈哈哈哈 那么多 去 嗯 来看看啊 哈哈哈哈 你看 嗯 2.7 3.7 2.5 3.5 啊 大下坡 嗯 嗯 你看看 怎么看 你们俩怎么比啊 怎么比 你们俩的数 这是什么 35 标的 3.5 3.5 3.5 这是什么 蟹子 36斤啊 就是那种不值天的那种呢 是嘞 那样不样多 那样多 你是哪个啊 那个 那是你的蟹子啊 大摩的三斤啊 嗯 这这这这这 这这这这 这这这九斤啊 那到底谁多呀 差多 哈哈 现场比拼 我家两个住这间都是小数点 哦 就是 你是全是记得金数是吧 啊 对对对 行 我们俩住这间没小数点 嗯 那就 那就祝你们明天能收获更多 后面收获更多 好 谢谢 行 好 再见 这些可爱的瑜伽人 用他们的辛勤劳作 努力创造着美好生活 通常一艘小生产船 每天的鱼货能销售四五千元 最好的能达到一万多 甚至两万元 在更靠近村子的停泊区 我们还看到了这样一幕 下单了什么时候发火 明天就发火 盘上拉上来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等一下我打扰一下 我能问一下你们 啊可以 哦 你们是每天晚上都在这直播吗 对 每天晚上 哦 你们是怎么想的要选择你这些床没背景啊 因为我们就是卖海鲜的嘛 然后海边播的话有那个味儿 有那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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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晚上的话 你们可能通过这个直播能卖多少货呀 就是刚开始播 然后没多少单料 大约一天就四五十单嘛 四五千块钱嘛 哦 首先也还不错了 这才刚刚开始做啊 那是我二姨 哦 你 哦 他二姨和姐姐 这是一家人在做啊 这一家人的亲情协力 肯定就越做越好 行 你忙啊 好嘞好嘞 再见 再见 最多的时候 有四十多家电商在韩口港进行直播 以渔船为背景 氛围感 代入感更强 这里是一手货源 价格有优势 这周边有不少冷库和加工厂 冷链物流成熟 这些都是让电商钟情于此的重要原因 在干雨区 说到火爆的电商销售 就不能不提海产品加工 我们今天到的是老张这儿 老张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冷链车里装的 我看全都是这个昌鱼 现在季节性的收入全是昌鱼 现在产昌鱼和淡鱼 这师傅一砸 直接那个逼不着脸上来了 在那海鲜味吧 对对 全身的海鲜味 我们在马多山也去了 那儿的都不是这样的昌鱼 船不一样是吗 对 这是稍微远一点的 有一个星期啊 十天左右才进港的 这是今天才进港的吗 对这是今天刚刚到的 张建芳是石桥镇九里村人 十六岁就出海捕捞 十年的海上生活 让他深知本地海鲜的优质 也了解渔民的艰辛 所以经历了在外省六年的卖鱼创业后 2003年他选择回到家乡 办起了加工厂 厂里的工人都是周边的村民 有几个大妈还在这吃饭呢 估计是周末都一时在忙是吧 周末她都忙啊 这是老太太以后快聚集了 大叔您在这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这个鱼头剁下来 咬一下 口干干净净的 哦 把鱼肚子这里边 裤得干干净净的 哦 那他怎么给您算钱啊 嗯 多了多点的 一斤多少钱吗 两毛五 一斤两毛五啊 哦 您一天一天能多少钱啊 一天能还是四十的 哦 三十四十 哦 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我六十六了 六十六 哦 其实我们往这看一下啊 在这做这个基本处理的 全是村人的老人是吗 对对对 大叔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七十了 哦 七十了 哦 这还有我的哦 这大妈呢 嗯 你多大年纪 七十了了 哦 你七十二了 哦 哦 对不对 您呢 七十了了 也七十二 哦 七十了了 年轻七十四 我可能也就是身体也好 年轻快 哦 一个能干 平时在村头唠嗑的老哥哥 老姐姐们有了好去处 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自己也能有一份收入 而把这些简单的鲧鱼处理 交给村里的老人 张建芳说自己是格外放心 这种互惠互利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边的鲧鱼是没有那个切割的 对 这规格稍微大一点 偏大吧 我们要把它封选一下 你看这有4060啊 是什么意思啊 40克到60克的 对 60克到80克的 80克到100克 对 80克到100克 越到那越大是吧 对对对 那个叫鲧鱼的什么 分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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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工作人员呢 是把每一个鲧鱼 放在一个 电子秤 电子秤上 然后这个电子秤呢 它就走走走 走到哪个材送带 这个规格符合着 你自动地把这个鱼 给倒出来了 对对 无冰仙鲲鱼的分选 用功很少 这里的效率 主要是通过 先进的生产线提升 用张建芳的话说 分得越细 目标顾客越精准 其实市场就会越大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带鱼 本地的小眼带鱼 我们叫油带 油带 黄海带鱼叫油带 你看它小眼嘛 还有鱼头也小 你看 鱼头很小 对 鱼头也很小 直接每一个就放在这个壳里 大了 放一条 鱼小放两条 然后呢 其实那一条是配清洗的 对 对 那边有个水的 鱼头 鱼肚这一段 还有中间两节 还有尾巴 中间这两节 就是做食品用了 是分成六段 分成六段 每一家都是一样的吗 这样挑个流程吗 应该是 有过前我知道的 就我们家这样做 只有你们家是这样分出来的 对 别人没有分得这么细时的意思吗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因为年轻人 他喜欢简单快捷嘛 我们把药躲在前面 替他们走小 就是现在窝图了 现在年轻人 他自己做饭的也喜好 怎么简单 怎么省事怎么来 是吧 就把一些他们需要做的反省工作 你们替他做了 是是是 这个就可以直接是真控包装销售吗 不是 我们还有一个工序 还要把这个鱼肚再拿出来 这是个肠子 对肠子再拿出来 这样就 这样就干净了 对 非常干净 我们看一看这边鱼肉 这个鱼肉都清晰 你看 对 特别的鲜 一天 一天咱们这几台机器 可以分割多少 一天能分相近40段 谢谢 要是按照去年我们做待遇的方法 收回来之后需要专门雇工人 放到那个铁盒子里面 先一条一条铺好 再套一个宝 那个塑料膜 然后再一层层铺好 再放到冷库里面 这样一来一回的话 工需要五天时间 那现在因为就是适应网络这一块 就是快速消费 那个待遇就逼着工厂说 我一天时间早上三点钟 我从码头收到工厂六点钟到货 我八点钟卸到工厂 下面我就开始进行切割 我中午十点到十二点左右 我三点钟的待遇 我已经切割好了 我下午两点钟开始包装 就当天的待遇 我当天就能包装出来 张文轩 张建芳的大儿子 从澳洲留学归来 研究生学的会计和金融 一直以来 老张走的是公司加基地加超市销售的发展路子 他每年在出货季节 抢收的六七千吨各种海鲜 通常都是根据超市的出货量 分批进行加工 但随着消费者购物习惯 选购方式的变化 超市的销售受到了冲击 每年寒暑假都会去超市打工的小张 正是看到了这点 在九里海产品电商创业园 我们看到了工作状态中的小张和他的团队 一开始没有人的时候 我是自己做主播 做完主播之后 自己研究什么新鲜的套路 其实这些都是跟上学一样 你在付出那些努力 去取得成就的时候 你的思路 你的那些逻辑链 包括你的努力 你的认真程度 这些都可以复制到你的事业上的 就是凭着这样的想法 小张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不断钻研电商运营 10万的销售额 如果要是按照超市里面的话 就相当于我是一家店铺 我做了10家店的销售额 在旺季的时候 我不是说我做10家 我是50万 我一个店铺 我能顶50家销售额 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是站在工厂的肩膀上 如今小张带领的电商小团队 销售业绩 已经可以跟超市销售平分秋色 但即便有了这样的成绩 小张也一直在强调团队的力量 强调工厂是坚强厚盾 这其实就是受了老张的影响 因为在老张看来 产品品质是根本 但人同样至关重要 还是我老婆提醒我 就是看电视 他说你看人家那个工营 不仅拿工资还有股份 我就是也是这样想 从05年 我就根据这个岗位不同 职位不同 给他们不同的 我把我的股份稀释给大家 我70%的股份 全都稀释给大家了 最高的吧 就是我给他们50万股 这50万股就是50万块钱 所有人齐心协力 让老张面对市场变化 底气十足 让小张对于未来发展 信心满满 把握地域优势 做出自身特色 老张小张父子携手 通过加工销售 即时海产品 海产干货 冷冻海产和鲜活海产等 年销售已经过亿 其实在石桥镇 甚至整个干雨区 像张家仁一样 锐意进取的创业者 不在少数 单单石桥镇产值规模 超过百万的加工企业 就有二三十家 电商四百多户 石桥镇已建成的 苏北最大的 纯生仙物流中枢枢纽 次日极达范围 辐射全国大部分地区 2021年干雨区 全年实现水产品产量 43.3万吨 实现电商交易额150亿元 依托海洋渔业资源优势 做强海产品精深加工 扶持电商发展 干雨区将当地特色海产品 做成了增收大产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